醫院的後診區坐滿了民眾 这是在台中的五七同仲和医院 这是因为疫情升温的关系 那么出现在这里的民众 都是准备要接种疫苗的 他们必须先通过凉血压 再填写资料等候看诊 结束之后还要到批架去 做完了这些动作之后 最后是进入到注射室来接种疫苗 我们现在每天上半时间 都有开放给民众预约施打 其中包括公费 也有包括自费的部分 每天可以预约的人次 都超过一百多人次 那当然现在的情况 是因为有疫情有变化 所以每天的预约情况是额满的 同仲和医院的副院长说 每天是有预约人次 而且是额满的状态 这个时间会持续到五月底 其实都已经是全数额满的 在台中强打自费疫苗 因为疫情升温的关系 在五月底之前的预约 通通都额满了 那么医护人员也提示了 施打疫苗的情况 要持续进行之外 另外在防疫的三个规则 也就是戴口罩 勤、洗手 以及保持社交距离 这些步骤 通通都